《亭法》作词 作词 《亭法》 《亭法》 作词 作曲 《亭法》 《亭法》 作词 编辑 《亭法》 剑法词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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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共业深重 因为大家共业深重 所以宇宙肠 不解调 在这个肠里边承词就比较难一点 就是证德比较难一点 所以就像比如我修行 那我会选择立竹修法 就是直接出神去修 那出神我就不在这个时空 就是那修行的时候 这个是每个个体 也有人是这样修的 就是我直接舍替肉神 就是把神抽离 抽离那我就离开地球 就离开地球 就是另一个时空 某一个清静的时候去修 修完佛法以后 就是你把直接学完了 再回来给这个合一 因为这个肉体 转化起来比较困难 但这个是蛮有危险的 这种修法 就是说你冲灵出去修 第一你这个神 会不会在另一个时候 找一下回不来 不愿意回来或者 因为你还没圆满嘛 你也会找一下 那第一次你回来回不来 第二呢愿不愿意回来 如果阅历不够的话 可能有时候也不回来 还有一种就是 会不会磨刀 会不会在败罗杀了你 灭了你 因为它可以灭 这个是人道的这个肉身 这就像 有点近视于你们看神话 切拐里不是他走了 就就把那个肉体吃了 让老虎 就是这个肉体会出危险 知道吧 肉体跟神都会 心神都会出危险 但这种 它比较难换 就是它不愿意换的时候 因为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说 据个例子就是假如你投胎 你也是投有缘 众生嘛 这个选择也是要的 比如说投胎的时候 因为居得父母 在末法时期 居得父母比较少嘛 居得父母就是说 这个父母就是在末法时期 很多父母也染灼了嘛 就是说他的气脉的亲近 是蛮难的 因为你要保留一部分东西 假如说我投胎的时候 我是知道的哈 据个例子 假如我知道 那我会选择投到哪一个地方 是吧 那首先你得有父母之缘 首先跟他得有缘啊 是吧 然后我在这儿 还能要有一部分 不迷失的东西 我才能记住 我是要学佛的啊 等等 很多要保留的时候 就敲学起来比较难 就是说名利侵染的 还不那么重的 或者是就是一些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 就是这个不是轻易的能坏的啊 然后呢 你还不能当前生下 就要开悟的那种 你生下来就要开悟 那不是个妖怪吗 然后你又讲不出啥东西来 是吧 会说人话 你都觉得是妖怪 所以佛学不这样的 因为佛学觉得 你生下来会说话 这不是妖怪才会 魔肯定是个 众生不会相信的 在魔法上 就会觉得你这人有问题 虽然释迦牟尼佛 说生下来 失陷了什么什么 不走去 连花到最后 不也得 结后生子走人道吗 是吧 好多都 但是每一个因缘 每一步骤 都是有选择的 但在众生的眼里 并不见得说 这样是好或者不好 不在众生的平坏里面 因为在因因果果的里面 去 去在 其他地方 这样行快一点 就是会 在魔法上 保险吸收大 然后再回来 但是这个肉体会受受 那个也会受受 但是很多人学着 但是很多人学着这样 到家的出阳神 出阳神 还有很多佛学的 很多人也会学着这样修 但是也会出天 也会进入天魔道 有时候会迷失在天魔道 都有可能 因为只要 他有神通和神变 其余了神通 但是这个首先 你的出神 你都会出神 而且出神以后的 有人护持你 第一是如天护法的 护持 还有一个你的上司 就是你的师父 在你的那个 出神的那一块 能够能够 接住你 能够知道你在哪里 然后迅速的去教你 就是你的上司的 阵量很高 层次很高 就是这两个 你必须聚集 就是显身有条件 反正其实每一个方法 你用修道成道的方法 都是有弊端的 在人道就是成道 就是都是有威胁 都是风险的 有风险就是看你自己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能 就是说说是修行过 那我出神以后呢 第一是三月多 就是说比如我去天魔道 可能在其他道 其他道众生 给你也会留几分情面 当年你对我也不错算 不跟你一般介绍 或者什么 就给你留点薄面子 就给你点薄面子 说看你不错 其痴迷善目的等等 你都三月很多 所以你在其他道众生 就不会杀了你 害了你 就是有些人 第一三月多 第二上司很好 上司很好 隆前后法 后持的也很好 就这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始终外魔好的 心魔难防 就是自己的心魔 有时候 因为你在人道出神的时候 是带着人道的意识出去的 你会有人道 但是人道的执着少一点 但是也会有 分别意识里边有 有人道的东西 虽然你是光化的 但是有人道的东西 因为在另一位都 你是光化神 但是里边的分别认知 是人道的 但是比较清静 比如说我跟师父交流的时候 不会像你们跟我交流 这样子问这些问题 但是我也会问问题 但是问的是另一个维度 就会问一些佛学的 也问佛学的问题 跟师父也是谈 但是它是一种心灵感应 就是谈不上 就是互相互相 也没看见嘴动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种问题 就是我经常从那个到回来的时候 就是从餐厅里边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跟大家聊天 就是随便叫罗哥他们 或者我说 哎呀有个问题 你怎么没给问呢 就是他们不是在 接不到我的上司 说还先给写了一张纸 这是下次你见到你们老师吗 把这些问题给我的老师 因为我解答不圆满 刚才我说行 我还背了背 但一入地就完了 一个人几步的 因为那不是我的问题 我在城堂里边 他在境界里边 我的问题才会问 这些问题 人道的问题 有时候会忘掉 就不会问这些人 人道的之间 但是也有人力的意识 但是他人道的很多问题 就不存在 对吧 所以老记不住 给大家问问题 所以每次回来都 哎呀妈 你怎么又忘了问问题了呢 但是但是你随着时间 你就像比如三年以后 你你可以在人世界 也可以跟师父交流 开始是不可以的 达不到这种精力 那你就睁着眼 就不用入地 出来进来这么麻烦了 就是睁开眼就看见了 睁开眼就可以交流 就可以没有 当下可以服各种为止 对可以 就是你就可以有这种能力嘛 就是说 你可以跟每一个维度的师父 去上司 去抬佛法的东西 他也不会问这些问题 入不了定这种问题 我肯定不问了 散乱的问题也不问嘛 因为你就不在那个 不在这个层次上问问题 就像你们问的问题 我几乎就没问过师父 就还 老师我散乱了 入不了定 咋办呀 我怎么还乱想呢 我弹起来起来咋办 因为我在那个维度 没有这些问题 我可能会说 光明给黑暗砸破啊 好吧 光明镜里边写些 就是我黑暗 为什么我黑暗看不见东西啊 等等 问的可能是神殿里边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一面可以观想几千个 比如一面可以观想 娑婆世界所有重心的起心动念 跟行为怎么观想啊 为什么一下子就看不清楚啊 等等 去问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那是法门的问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